国际级的观光已经不再只是走马看花 随着各国相继推出极具特色的观光行程 在台南有一群人也致力于将台湾第一的医学美容结合在地观光 打造专属于台湾的观光医疗新风貌 你好 欢迎光临 中华民国医用镭射光电学会王正坤理事长拥有商学与医学双背景 更是台湾推展观光医疗的重要推手 我除了是台南市医师公会理事长之外 也是大台南观光联盟的理事长 所以说对这医疗跟观光这两个元素非常的熟悉 台南市它有独特的资源 比如说它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它有五个美丽的东西 它有古籍人文之美 有小吃美食之美 它有海洋湿地之美 也有观止岭 文犬的山林之美 再加上我们的医学美容之美 构成了五美 从最有故事的文化首都台南起步 王理事长独具慧眼 建造医学美容故事馆 带领游客认识台湾在医美的领先地位 更是全台第一位将超商带进医美诊所 提供游客一个更方便舒适的美丽环境 莱尔夫跟义群结合的话 是可以就是说让消费者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购物环境 那这购物环境非常的舒适 然后也能可以让消费者有美的感受 我们不定期的话 会有一些消费者 一些美丽下午茶的活动 比如说是清洁保湿 会不同的样的主题 还有抗老等等的一些主题 然后让消费者的话 能在购物的环境之余 就是有一些医美知识的一些结合 医学美容与观光的结合 不是一蹴可击的 王理事长除了长期的 推动观光医疗外 也以医学背景结合临床 研究出专属亚洲人的保养方式 我们Dr. Frevinas 一群保养品的话 最主要在这个研发的过程 就是说我们把整个大学 硕士班的皮肤科 化妆品的教科书 全部把它从头到尾 把它整理了两三次 然后找出每一种最有效的成分 台湾是观光大岛 结合医学美容与微整形风潮 除了将台湾的能见度提升外 连大陆官方也有感于理事长王正坤 在医疗观光上的努力和成功 特地远赴来台取经 那包括我自己也是成功大学 肤色医院皮肤科的专科医师 那所以说我们有这么好的医疗资源 再加上台南市是一个国都 有这么多美丽的东西 那这些是其他都市所没有的 医疗跟观光的结合 最主要是来自于国际经验 那像国际经验我们可以看得到 韩国 新加坡 泰国 他们的医疗观光做得非常的好 我们在台湾 事实上我们有同样的优势 所以在这段时间 有很多大陆的知名大学 像成都市的卫生局 海南省的医学会 包括大陆的国家卫生部 他们也都来到我们的诊所来考察 王理事长也积极对于医美人才的培训 他坚持旗下的医护团队 要持续更新国际级医美知识 成为高品质的医美团队 为消费者把关医疗安全 我也是中华民国医用雷射光电学会理事长 所以这么多年来 我就是对台湾的医师在举办教育训练 引进外国的学者来教育台湾的医师 教育一个好医师好护士 需要花两年到五年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我要努力地去推动 医学美容医学教育 王理事长推动观光医疗的方式之一 就是口碑行销 因此他坚持给消费者最好的体验 以及从头到脚的医学美容咨询服务 让来此观光医疗的贵宾们 能以合理价格达到高级享受的医美旅游 我不是单地人 我是特地从高雄上来的 那因为以前有长一些黑斑的问题 那有听朋友讲说 就是疫群他除黑斑的效果还不错 然后也有FG杂志上有专题的报道 网路上的风评也很好 所以还特地过来的 我觉得还蛮便宜而且很亲密 那像我们这种小资女孩的话 也都还负担得起 那也不会因为就是价格比较便宜 然后服务就变得比较差 结合医疗跟观光要成为领头养 就是最基本的就是把自己给做好 那你把医疗做到保障病人安全 而且做出来都很美丽 然后你把观光把台南市的优秀的东西 把它行销到全世界各地或台湾本岛 那让大家来体验 这是我们的最终修复剂量系列 加上6,2605元 恭喜你